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在纽约开始的川普封口费案件的审判 以及对美国内政与外交的几篇重要的评论 下面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2023年4月13日晚间 一系列剧烈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突袭以色列 这一行动是伊朗对以色列早些时候 在叙利亚大马士革袭击伊朗大使馆的报复 这次攻击中伊朗发射超过300枚射弹 其中包括170枚无人机 30枚巡航导弹和120枚弹道导弹 这也是历史上伊朗首次直接对以色列发起攻击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表示 此次袭击的99%的导弹被成功拦截 他称这次防御行动展现了以色列的高防御能力 袭击中 以色列只有一名阿拉伯女孩受到重伤 一个空军基地遭受轻微损害 以色列已经在袭击的第二天重新开放领空 但学校仍然关闭并限制大型聚会 伊朗军方高层证实 此次攻击是对4月1日以色列队 伊朗在大马士革领事馆进行的攻击的回应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表示 若以色列继续对伊朗或其在地区内的设施 采取行动将面临更大规模的回击 在这次危机中 美国、英国和法国对以色列提供了支持 帮助拦截这些攻击 美国总统乔拜登谴责了这次攻击 并表示 美国将与工业七国领导人合作 以寻求对伊朗这一行为的统一外交回应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以避免区域性的全面战争升级 前总统川普2016年给一位雁星付封口费 纽约曼哈顿的检察官布拉格就此发起起诉 案件将在周一开庭 《华盛顿时报》的首席政治记者拜伦约克发表评论 指出对于民主党、反川普的人 和热爱法律战的专家来说 星期一将实现他们的一个梦想 那就是看到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座位被告 站上曼哈顿的法庭 虽然许多法律专家认为对川普的指控证据不足 但这似乎无关紧要 川普将面临审判被控34项的令人生疑的重罪 而民主党占绝对优势的曼哈顿陪审团 很可能会认定他有罪 这场审判的目的就是要让川普被认定为罪犯 曼哈顿民选的民主党地区检察官艾文·布拉格 将这次审判视为超越法律的工作 这也是他的竞选承诺 2021年在争取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民主党提名的竞赛中 布拉格曾经宣称他要以对川普或其公司提起过100次诉讼 尽管这一说法稍嫌夸张 但他成功赢得了选举 布拉格起诉川普后不久 自由派专栏作家EJ·蒂昂就评论说 这起诉讼的目的不在于案子是否能成立 而在于终于有机会让川普接受法律的审判 其他民主党人也对川普提出了新的指控 包括2020年选举的问题和涉及机密文件的案件 但这些案件都陷入了争议 唯一有进展的是布拉格的诉讼 现在曼哈顿的审判即将开始 川普的辩护者认为 这个案件证据薄弱且有政治动机 然而对于反川普联盟来说 那都不重要因为目前这 是他们所拥有的全部武器 布拉格是反川普联盟手中的军队 这场战争即将开始 自2020年大选的争议之后 民调不断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对选举制度开始失去信心 比如在ABC Epsos在2022年的民调中 仅有20%的受访美国人表示 对选举制度有高度信心 近日联邦党人杂志发表了记者Andy Kato 关于选举改革的报道 题目是如何确保合法投票而排除不合规投票 报道说 非盈利组织政府责任基金会最近的一份报告提出了 更好的保障2024年选举的常识性方案 着眼点是应对邮寄选票和非亲身或约缺席投票数量的激增 与2016年的大选相比 2020年以及疫情流行期间 这类选票增长了131% 报告表示 各州仍可以让邮寄投票或非亲身投票过程 像选民本人亲自投票一样安全 但是必须要保证以下八个条件 包括禁止所谓收割选票 收窄可以上交已经签署的选票的人员范围 禁止第三方分发未经请求的缺席投票申请 停止政府雇员发出未经请求的选票申请 以及选票本身 对非亲身的缺席投票的投递实施严格规定 以缺席方式投票的人必须出示选民身份证明 禁用不安全的投票箱 要求缺席投票和邮寄投票必须在选举日前到达 报告说 首先应当禁止选票收割 或者第三方收集并提交选票 目前至少有14个州已经禁止了批量收割选票 2020年秋 威斯康辛州迈迪逊市的民主党通过一个周六大型拉票活动 在一天内收集了超过1万张缺席选票 不过 共和党人也在考虑采取一些 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批评的选票收割策略 用民主党自己的游戏规则击败民主党人 其次报告强烈建议各州应限制提交缺席选票的权限 将此权力限制在仅限于选民本人或者其家庭成员或指定的看护人 去年阿肯色州和南达克他州禁止了任何人都可以为他人投票的缺席选票投票箱 而威斯康辛州则仍在法庭上就投票箱问题进行争论 此外 报告认为 各州还应要求缺席选票和邮寄选票必须附带身份证名 比如驾照号码 身份证号码或社保号码的最后四位 有报道说 内布拉斯加和俄亥俄最近加入了阿肯色 佐治亚和明尼苏达的行列 开始对缺席投票要求选民身份证 另有报道说 阿拉巴马州务卿艾伦警告居民要小心 有组织正在对阿拉巴马州居民的邮箱大规模进行误导性的 未经请求的且预填好的选民登记表格投递 而在2020年 密西根州以450万美元的成本发送了770万份申请 对于长时间拖延计票过程 爱荷华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最近已经规定 只有在选举当晚投票结束时已经收到的缺席选票才算有效 美国的黑人橄榄球明星OJ辛普森 1995年因为涉嫌杀害前妻及其朋友而受审 被陪审团宣判无罪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 种族矛盾也因此加剧辛普森上周三去世 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评论 作者是曾经担任里根的携手的Peggy Noonan 她在文章中说自辛普森案件以来 美国陷入了一个疯狂的时代 每一个超过40岁的美国人都记得 30年前那场野马运动车追逐 而且他们也记得案件判决的时刻场景 这个案件不仅是一个法律上的戏剧 更标志住现代媒体时代的开始 辛普森的案件催生了一种新型的名人文化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超级名人身份 更因为他周围人的名声和影响力的提升 罗伯特·卡戴山的公众形象 以及随后卡戴山家族的电视真人秀 都是这种名人效应的延伸 这个案件让我们见证了名声财富和权力的新动态 以及公众如何对待名人和法律的复杂关系 然而这个案件的意义远超过娱乐和名望 它暴露了美国法律系统的种种问题 如审判的拖延法官的行为 以及种族问题在法律制度中的深层影响 这个案件的反应几乎完全沿种族化线 展示出了一个分裂的国家不仅是在法庭上 也反映在每个美国人的心中 黑人一致为辛普森无罪判决欢呼 白人却大多数感到沮丧 辛普森案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谋杀的案件 它是关于美国社会法律和媒体 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故事 辛普森案是历史的一部分 影响着今天和未来的美国社会 哈佛大学近期宣布 从2029级新生开始 将重新要求申请者提交标准化测试成绩 哈佛《深宏报》报道了学校的这一决定 报道指出 这一决定终结了在疫情期间开始的测试选择性政策 并引发了学术界和招生专家的广泛讨论 耶鲁、达特茅斯和布朗大学 也已宣布恢复类似的测试要求 哈佛学院强调标准化测试有助于从各种社会经济背景中公平地评估申请者 学院声明指出 即使许多学生在过去几年中没有提交标准化成绩 大部分入学生仍选择提供这些成绩 此次政策变动旨在强化哈佛对有潜力学生的识别能力 确保学术成功的预测更加精确 哈佛肯尼迪学院的院长候选人 在一份声明中支持这一变更 他认为标准化测试为所有学生提供了平等的竞争机会 特别是对于无法支付昂贵咨询费用的 贫穷和弱势申请者来说更加如此 此外 一些学术研究显示 标准化测试成绩是预测大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甚至超过高中成绩平均分 然而 这一政策的反转也受到了批评 哈佛的非洲裔美国人学生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抗议 认为这一变化加剧了教育不平等 认为在最高法院废除以种族为考量招生后 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美国参议院正在讨论对乌克兰援助的法案 纽约时报 日前刊登了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的评论 解释他为什么投票反对继续支持乌克兰战争 文章说拜登总统试图让人相信 乌克兰的最大挑战 在于我们未对国际社会做出足够承诺这是错的 乌克兰的问题不是共和党在捣乱而是数学 无论我们愿意提供多少支援 乌克兰所需要的超出了我们能力 拜登政府要求通过巨额援助方案 但我们需要清楚了解乌克兰的真正需求 以及援助如何会改变战局最关键的问题是 乌克兰需要多少我们能提供多少 乌克兰需要的武器超出我们提供的能力 我们无法满足其对155毫米炮弹 和爱国者飞弹的需求尽管我们增加了生产能力 即使投入更多资金也难以改变现有的战局 有人争辩说战争会使得美国重新振兴工业 可是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 不能与经济利益混为一谈 为了维持就业和经济增长而延续战争是错误的 乌克兰还面临严重的人力危机 他们需要大量新兵 但却有数十万士林男性逃离了国家 乌克兰士兵的平均年龄43岁而且已经疲惫不堪 我们需要接受现实并找到停止流血的方法 透过防御策略乌克兰可以保留军事实力 为谈判提供时间 但这需要接受谈判目标的现实 文章得出结论说 美国人不能继续无目标的支持战争 而是应该努力争取和平 在普京和习近平宣称双方有无限的合作关系之际 奥地利学者Ralf Schoenheimer 在布鲁塞尔信息报上发表了一篇引人瞩目的文章 他认为作为历史上利益不断冲突的两个国家 中俄未来的潜在冲突逐渐显露 目前 俄罗斯在国际上展示其力量 实则隐藏了国家内部的深层问题 俄罗斯面临着人口减少的危机 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8个孩子 低于维持人口所需的水平 并且由于酗酒和各种疾病 导致男性寿命只有64岁 显著短于女性的77岁 战争 贫穷 疾病 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下降的趋势 相对于俄罗斯的内忧外患 中国则显得更为强劲 中俄之间表面上的联盟 掩盖了下面潜在的矛盾和冲突 中俄在人口结构上存在巨大差异 中国育龄男性远多于女性 为120比100 而俄罗斯则是逐年遭受人口流失 这种差异使得两国在长期合作中 存在根本的不均衡 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 领土野心逐渐浮现 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增强 甚至在政府地图上将一些俄罗斯城市 用中文名字标注 比如俄罗斯远东港口城市 弗拉迪沃斯托克 现在被称为海参崴 这表明了中国对这些地区 有更深层次的企图 此外 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竞争 也日益激烈 双方都在争夺该地区丰富的资源和战略位置 俄罗斯的内部问题使其越来越依赖中国 普京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困境 使其更需中国的支持 然而 这种依赖性质 使得俄罗斯在未来的地缘政治中更为被动 增加了中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力 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战略选择变得更加多元 中国可能在不久的未来采取更为积极的策略 进一步加深对俄罗斯的影响或甚至是领土扩张 中俄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和紧张关系 可能会导致未来的冲突 在这一背景下 欧洲的外交政策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欧盟可以利用俄罗斯的经济和人口问题 寻求与俄罗斯在某些领域的合作 同时在乌克兰等问题上进行谈判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继续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